为在万里区的大平国校虽然是山间的小学 但是周边的山林教育资源 让大平的学童拥有丰富的史农教育体验 而今天在里长的带路之下 大平国校的学童来到校园旁的一块田地 一起种下地瓜苗 运用友善的农法跟做方式 里长带领大平学童宣誓 一同爱护生态保护地球友善的决心 也要将传统的农士流程传承给学生们 带他们来种地瓜 那怎么种 因为我们大平这个地方 大部分都是地瓜 种得非常的成功 我们的这个农会在推广 做得非常的成功 那就是说我们 这些小朋友 也是在土生土长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今后不要把这个农业方面 都能够离得太远 大平地区是在 来生产我们金山地瓜 那我们从小就教育小孩子 如何种地瓜 来做好食童教育食育的课程 让学生能够珍惜食物 同时也能够融入我们的校本课程 让学生从小就能够由地瓜 来认识地瓜之外 来认识地瓜之外 也能够发挥地瓜的坚责的生命力的这种精神 学童运用手臂 两侧植株的栽种距离 更在里长一一步骤教学之下 学童们很快就抓到 种植地瓜苗的技巧 将分配到了地瓜苗种下 而大苹果小校长表示 顺应时节 每年都会带着学生们 进行道名 以及种地瓜的食农教育活动 希望将爱乎土地 以及珍惜食物的观念 从小扎根 好玩啊 为什么好玩 因为可以知道地瓜怎么种 那会不会期待 就是你种的地瓜长出来 会啊 为什么会期待 现在看成了大不辣 种了五次 种五次 就是每年都种对不对 那今年种起来的感觉 有没有跟去年不一样 有 哪里不一样 就现在比较会种 然后之前 因为之前练习过 所以现在种的越来越好 在里长以及师长们的教导之下 大苹果小的学童 很快就完成地瓜苗的种植 对此学童们也表示 每年都会来种植地瓜 一年比一年 更加熟悉种植的技巧 更也因为是自己亲手栽种 因此会更加期待地瓜结球的成果 才刚刚种植 就已经期待丰收那一天的到来 记者 廖平函万里采访报导